好,我们开始啊 2022年第19期的教主技术进化论 那么我们来讲这个Netbox 有段时间没有讲进化论了 我最近一直在泛蓝 因为一直在讲TCPIP 总是拿这个事儿来推托我来做进化论 所以最近我觉得 我就再看了一下 我的这个进化论的那些带奖的清单里面 Netbox确实有连头了 它在我的这个清单里面 差不多带了一年多 我学而一直让我来讲的东西 我其实看过一次 但是我觉得这个 反而我第一次觉得它的用处不是很大 那么这一次呢 觉得用处也没有那么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吧 但是呢这个名头比较大 叫做你看啊 这个网络的这个真相的源 就是说网络的真相的源 我们先看它的官方解释 我们看它的官方解释 这个名字叫做挺拿风的 网络真相 网络的真理 网络的真理 你说刘刘刘刑这个名字啊 Netbox呢这是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火罗有些代码 就是做了一些网络的代码 这个代码呢在我们的类伍项目啊 如果说类伍学员可以 可以用那个进化论的号 可以到这下载 好吧 这是这个位置 网络的 Netbox 先做一下啊 说一下这个Netbox 看一下这个官方的解释 这是官方的网站 现在我都给大家二维码 你们可以直接扫码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 好吧 以前这个给电阶的话很有可能你们还敲不了 好吧 那么Netbox呢是一个基础设施资源建模工具 旨在实现网络自动化 它是这个网络操作的这个真相的源 真理的源 哇 这个名字好厉害啊 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简单 我往来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啊 而且我也给你解释一下 我觉得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必要啊 是这样的啊 就说我觉得它的用途肯定不是大公司啊 肯定是一些小公司 然后呢一些做那个自动化的一些网工 那么一般来说呢 玩自动化的这些网工呢 他们的这个数据库能一般比较差一些啊 就是不选很多人都不喜欢玩数据库啊 讨厌数据库那种那种那种架构 那种外建关联等等等等的啊 所以说呢 它相当于呢 那就是说你就不用自己去玩数据库了啊 它这个letbox呢 就已经把那个数据库的结构给你做好了啊 你只需要去 只需要去在它那个letbox 读讯化界面里面 把那些啊什么location啊 位置啊 region啊 rock啊 设备啊 接口啊 你就在里面你把整个整个里面网络的数据往里面去填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数据库啊 然后呢 那些自动化运维的工具 比如今天我们要讲那个lawner 那个自动化的工具啊 就可以从这个数据库里面去读数据 然后呢 去做一些自动化的操作 不管是配置啊 还是采集数据啊等等等等 大概是这么个东西 当然呢 我觉得如果说 你 但是它这个为什么 我开始觉得特别讨厌呢 因为我觉得 它这个数据 因为它要兼顾到很复杂的这种结构 所以说它这个数据 它的数据结构整体来设计 来看一下 就这个啊 我这个画了一个多小时的图 所以说它这个数据结构设计的 就会特别的复杂 特别的复杂 我觉得对于一些小型的网络而言 就是你如果说网络比较小的话 做点小小的自动化的话 我感觉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数据结构搞得这么复杂 这还是算简单的 我用到多少 我就画了多少 就是感觉 感觉就是特别复杂 所以说我开始就觉得 我一个小网络 对吧 我的数据结构也不复杂 我自己设计数据库 其实也就好了 它这个呢 就是说 它把这个数据结构给你设计好了 你只要按照这个数据结构 它在图形化界面里面把东西填填填填好 然后把数据填充进去 然后呢 你的网络自动化的工具呢 就用这儿去提取数据 然后去配置 它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做真相 就是真理真相 或者网络操作的真相 简单就是个意思 就是说 未来它是这么个想法 就是说 以前我们的网络配置 网络这些数据 可能都是配置 都是在网络设备上面的 对吧 那现在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你应该把所有的这些 网络设备呀 IP地址啊 接线呢 就所有的这些 这些资产信息 应该我觉得最准确的 叫资产信息 全部呢 都按照它这个架构啊 就按照它这种架构啊 这种成绩的架构 然后呢 全部给它 通过图形化界面 全部填到Netbox上面去 OK 那就是说 它是唯一的真理 你理解吗 唯一的真相 它就是一个中心的数据库 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它为准 然后呢 我们的自动化工具呢 从这儿提取这些设备的 这各种各样的IP地址啊 配置啊 接口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就往这个网络设备上去配 可以解释吗 就往网络上去配 而且呢 我们还要去校验 这个我们网络设备的状态 跟这个状态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要采集这个 这个网络的 网络的这个资源 比如说CPU啊 内存的这些资源 也是从这儿 去获取有些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呢 你自动化工具 然后去扒这些设备的这些数据 然后往数据的人去写 简单的说呢 就是说 这其实更像一个资产管理 就是什么都可以填 你可以填 有什么设备 有几个接口 有几个IP地址 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 这个设备放到哪个RAG上面 为了一个地点 然后每一根线是怎么接的 哪个口对哪个口 全部都可以通过Letbox 全部给它写到这个数据库里面来 所以它数据库 就是为了监督各样的东西 所以说它数据结构会特别复杂 当时我觉得 烦的地方就在于 其实我不想搞这么复杂的东西 我的网络也没有这么复杂 我想我自己建一个数据库 对吧 我自己搞一个数据库 我自己搞一个图讯化见面 不就好了吗 对吧 当时我看的东西就烦 但是呢 因为很多学校在用 而且确实 比如说像我这种懂数据库 我可以设计数据库 我自己设计一个没问题 但是很多网工呢 可能他们 可能数据库的也玩得不溜 对吧 那么所以说 他们可能说 那这是个现成的 其实做得还挺好的 结构 也适合于这种比较大型的网络 做这种环境的这种东西 别人设计的挺好的 那就用这种现成的东西 别人图讯化见面也做好了 APA也做好了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我因为很多学员 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我进行的就来 就要进行一个研究 其实我觉得小网络 如果说你玩数据库还行的话 那我觉得自己开发一个数据库 把所有东西 放到你的数据库里面去 你自己设计里的层次结构 然后呢 所有的那些自动化工具 从你的数据库里面去读数据 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OK 那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它有一个现成的东西 都给做好了 其实做来是不错的 好吧 我们就会讲讲 好吧 大家理解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其实更像是一个网络资产管理 一个信息库 能把所有东西 跟网络的IP呀 VLAN啊 这个 接口啊 连线啊 Rock呀 就是全部全部全部 全部都可以往里面去写 写完了之后呢 就是未来的所有的数据 都往这里边去写 然后呢 自动化从这读 然后往里面去写 然后呢 自动化工具从这读 然后就往那个设备去 巴取各种各样的数据 然后往里面去写数据 就它是唯一的真理 它是唯一的数据的原 就是说 以它为准 它添加一个设备 然后呢 我们自动化工具 就基于这个设备 就配容型 它添加什么 接口 然后我们自动化工具 就配接口 就它是唯一的真理 然后呢 我们所有这些网络设备 都应该以它同步 好吧 就是所有东西都资产 全部在这写 小安之后就往外同步 就大约有这个意思 好吧 好 怎么安装 我今天主要是把我的 这些重要支点 给大家过一遍 好吧 我觉得这些安装啊 这些具体的点 我都做完了 好吧 那么我不再给大家操作一遍了 很简单啊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 你搜二维码 然后呢 有个Docker快速安装 那只需要把这个贴进去 就结束 好吧 就你当然了 你前提里有Docker 你前提里有Python就好了 好吧 当然这就有Docker就好了 好吧 但是后面呢 我们有Python 有Python 有Docker就好了 好吧 那就是 就给了项目下载下来 然后呢 它把Docker Compose给做好了 然后呢 它只是呢 没有给你配个端口号 没有配端口号 这我第一次讲啊 我其实以前还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啊 我们一般来Docker Compose.yaml 是吧 然后呢 它给来个Docker Compose Override.yaml 也就是说呢 你就不用去改原来的Docker Compose.yaml 那么 但是呢 就是原来的文件你保留 但是呢 你想在原来的文件的基础之上 增加一点东西 然后呢 可以这么写 我还是第一次讲 我以前没有玩过这东西啊 就是说 它这个目录下面有一堆东西 包含Docker Compose.yaml 有好多容器要拉起来 然后呢 你在不改原来的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 你要去给它加点东西 你可以用这个.override.yaml 你可以加点端口号 8000端口 8000端口 当然你可以赢到80 OK 它墨着8000 我就 我就直接一贴就好 好吧 当然呢 整个过程呢 拉近像 拉 很久 然后拉不起来呢 也要花点时间 反正差不多一刻钟 怎么也差不多起得来吧 好吧 基本就贴 就完了 好吧 当然呢你的设备有Docker 你的设备能上网 就给ETA就搞定 Docker 好吧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Docker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我这好了 论完了之后呢 你就直接去HTTP 默认HTTP 然后呢 这是宿主GDIP地址 然后8000 你就可以登进去 当然我已经登进去了 我已登出 然后呢 你就8000 然后login 然后呢 默认是admin admin 好顺便说一下这个 就这么说 装完之后呢 这个文档里面也会给你讲默认的用户 默认的用户名 密码 默认的令牌 这最重要的三样容器 没有了 就是用户名密码 和API的令牌 有这三就够了 好吧 当然那你也可以去改 保持默认 我现在不通常 你可以到里面去改 好 这就是怎么拉起来这个 那个lightbox 然后呢 怎么去登录它 然后呢 它是默认的用户名 密码 还有令牌 令牌很多 因为后面都是自动化 我们就用令牌 好吧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整体的架构 我给你简单看一下 这个东西 我画这个也画了很久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第一个你要注意 就是第一个你要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 右上角这个组织 有四个东西 最大的应该是region 因为你看这个调用关系 site要调用region location要调用region 这个rock呢 也要调用region 所以说第一个你应该创建的 这个 一环套一环的消息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挺烦的 就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先呢 应该去创建一个region 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然后给个名字 其实也就可以了 好吧 那么我这呢 有一个region 叫 北京 北京 region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我觉得你应该创建一个site site 因为site调用这个region 然后其他都调用site 我觉得你应该再创建一个site 这个 site 就是QY堂北京 这算一个site 这个site呢 要调用region 你可以编辑一下 他调用这个 要调用一下region 所以说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个顺序挺烦的 挺烦的 因为你不准备好 你随便点一个 你会发现点不了 他要调用那个 调用那个 你就调用不了 所以第二个你应该做site 第三个呢 我觉得应该做这个location 第三个应该做这个location 因为这个location呢 要调用这个site和region location啊 我们北京的义层国际516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要调用这个site 要调用这个region 然后呢 这是一个名字 好吧 这是我觉得你应该第三个创建这个玩意儿 最后一个呢 你应该创建rack 都在这个组织里面 rack 我们创建这个rack 这个rack呢 这个rack呢 就要调用这个site,location,region 调用创建 而且这个rack比较好看 你看后面 我后面做完了之后这个rack 但是我都点完了啊 我看geo 放到那个location的 那个site的region的 然后呢 还有geo 然后呢 我们两台设备的eo高 然后呢 每一个放在什么地方 哎 他这个这个做的还是可以 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面还有接线 接线看的挺挺棒的 自己做的话有点费劲 就这个数据库的话啊 就是他能帮你所有东西记下来 好 首先呢 就是这个组织这一块 然后呢 我觉得第二个呢 需要把IPAM 就是IPD的管理 那么这一块给做了 这个成绩 特别烦人 这个做好了 然后呢 就是这个IPAM IPD的管理 最大的级别呢 这是AIR AIR 那我开始说不知道 什么叫AIR 你扫子滚党 扫子滚党 啊 比如说AIR 比如说我们IFC-1918 就是我这个就是AFC-1918的 一个是10的 一个是172的 哎 里面的两个 两个老段 所以说呢 啊 这叫第一个是 他第一个 这个玩意叫AIR 啊 age 就是 好像还有什么 就是那些分派出去的地址 反正我这个是AIR 应该做的是 就是AFC-1918 就应该是RFC91吧,然后它还有一个文档会告诉你,我来看看这个文档,就这个文档啊,Docsbox,我贴一下啊。 就是RAR,它说有好几种类型,就是地址类型吧,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今天一个字11个字172都是RFC91吧的,然后还有其他几种,应该它举了一个例子,一般来说呢,你公网例子你就填这ARIN就可以了,正常分配给互联网的那种地址,好吧,给一个名字,那我这是RFC91吧,就是这个RAR就是RFC91吧,我用了这种东西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大类 然后紧接着呢 它有这个叫汇中 你可以认为是汇中路由 那么10.1.0.016尾 10.1.0.016尾 好吧 这又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就是前缀 前缀 前缀就是直网 你可以认为是直网 当然你可以有好多个直网 我只有一个直网 因为那两个设备就在这个10.1.0.0 然后呢就是这个IP地址 然后呢就是这个IP地址 但是其实我没有太讲究啊 我这个有两个 是就这个里面的 我看啊 我这个应该是关联的吧 我关联的接口了 反正它这个层级 其实我发现也没有什么调问关系啊 你看我就直接可以拍IP地址 但是它确实是个层级关系 就是这种层级关系 就是直网 这在IP地址 我觉得应该把前面这几个先准备好 如果说你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直网的话 应该给它准备好 好吧 好 这是IPAM这一块东西 然后紧接着呢 主要就是这个 主要就是这个device 就这个device device这块比较麻烦 device啊 你要创建之前 别着急啊 你要创建这个device之前 首先你应该要创建 这个device role 其实就是 比如说 我查过的文档 它的文档就是说 比如说应该是 接触交换机啊 核心交换机啊 分布的交换机啊 就是要的device role 你先把它做了 这个这个得以后面要掉用啊 这个device 就说你上来直接创建 device创建不了啊 各种各样的要求啊 先把这个device role给做了 然后呢 生产厂商我也做了 生产厂商这算十颗啊 这个我做了 还有呢 就是设备类型 设备类型 设备类型 我做了 叫做 CSR1000V 然后呢 还有N9K 我其实现在就只有这个CSR1000V 后面 后面对 我再预告一下 应该是本月27号 我跟斯科恩服务社区 还会再做一个 应该是N9K的 这个NSO的 这 Netbox这一块 应该还有第二个 好 27号你们关注一下 这个一个什么类型 好 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比较重要 平台啊 这个平台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东西 后面我Lonair嘛 我们去刷配置 所以这个平台呢 一定要去写成 我用Lonair的 NetMeCore去刷配置 所以说这个平台 一定要跟那个 NetMeCore的 这个 一定要跟那个 NetMeCore的 这个平台类型 要一致 这是 Sysco 下号租 iOS 因为 GSSR1000V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这三个准备好了之后 这四个准备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创建这个device 你就可以创建这个device 我们的device 我们的device 这个device 这个device 就是前期要准备 特别多奇怪的东西 你看 iOS必须要有的 生产场上很不重要 这个 设备类型也是必须要有的 然后呢 这个你看 对 它还要去调用上面这个 这个组织里面的 全部 四个全部都要要 四个全部都要要 所以你看 什么region 什么site 什么location merock 我全部都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你是怎么放的 朝前还是朝后的 然后呢 你多少U 你的位置 都有 好吧 然后呢 这个一定要选 这个一定要选 好吧 然后呢 后面呢 我们在创建接口的时候呢 你可以指引哪个接口 它的主IP地址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一会我们网管的时候 其实就是网管它的主IP地址 一会我们网管的时候 就网管的主IP地址 但是这一会我们创建接口的时候有 好吧 嗯 好 这个很 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说 你要了解一点 它只是 它其实只能帮你 更像是资产管理 就是能够给你讲 有些什么样的设备 在什么rack 有些什么接口 没有问题 IP地址没有问题 接线没有问题 但是呢 除了这些以外的 比如说像OSPF 网络的其他的配置 它就没有了 没地儿 就是没有 你看整个数据结构里面 肯定没有网络 肯定没有OSPF的地方 那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一会我们浓点要刷 不仅刷IP地址 刷这个接口的东西 而且我们要刷OSPF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把这个 一会儿刷的东西 你自己把这个数据结构组织好 看到 你直接把这个数据结构给准备好 这是我们一会儿要配这个进程ID 路上ID 然后呢 宣告这几个network 好吧 就是说这是一个数据结构 你准备好 一会儿呢 那我们noneer呢 就提取这些东西 然后呢 去替换一个模板 然后呢 去刷配置就可以了 就是说 这些东西 就是除了 它其实也就是 有设备啊 有设备管理IP地址啊 然后呢 有接口啊 接口IP地址 这都没问题 其他的就不行了 其他也就不行了 那你要去让你的noneer去刷其他东西 那你就把数据结构准备到这儿 你又准备一会儿 让noneer提起这个部分的数据 就帮你刷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所以说这个就在我这个图里面的 它 Local Config相应的数据 好吧 这些我也调用了 再注意这个啊 一个Cisco下滑键iOS 还有这个 这两个 这个DivineRaw和DivineType 提前不准备 你创建不了device 你也得准备好 好吧 这个就是除了设备IP地址 接口相关的其他的东西 你要配的东西 以组织一个JSON的格式 写到这儿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紧接着你把这个创业好了 这个创业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儿去添加 你到这儿 接口很奇怪一个地方 你要在这儿去添加接口 你看什么都可以 console口啊 电源口都OK 我没有研究 电源口啊 console口啊 电源口啥口都有 好吧 这个什么都能帮你记下来 好吧 那么比如说 你就可以在这儿 新建接口 新建接口 然后起个什么名字 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是这个不重要的 什么类型的 比如说是 一千倍的T 好 你基本上差不多吧 就这些 我记得就 你看比如说 有什么tunc的 都可以在这儿填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这儿 去填这个 什么设备 什么接口名字 什么速率的东西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创建这些接口 当然我这儿创建接口了的 你就可以创建这些接口 当然我这些接口 创建好了的 接口先创建好之后呢 你在配一个IP地址的时候 就可以去设置 你有点创IP地址 看一下 IPAN 这个结构 第一次有点懵逼啊 这些东西懵逼啊 你在配一个IP地址的时候 配一个IP地址 你随便配一个IP地址 随便配一个IP地址 下下配的啊 然后呢 你在这儿就可以去关联 是哪个设备的哪一个接口 你就能关联上去 好吧 你现在先创建设备 然后设备再充电接口 接口呢 然后呢 你在这儿创建IP地址 就给它关联到 那个接口上面去了 好吧 然后呢 你再回去 这个device这个地方 然后关联你的主IP 主接口和主IP 这个层次关系确实绕 我觉得确实绕 第一次反正我点的也奇奇怪怪的 然后呢 这儿可以在管理这个地方 去关联它的主接口和主IP 先创建设备 但是设备之前还要准备点东西 然后呢 再创建接口 然后再创建IP IP关联到接口 然后呢 回到设备这个地方来 然后把这个接口关联上 基本上这就 这就是期活 好吧 基本上这就是这么个关系 然后你看 可以关联好几个接口 其中有一个接口 上面呢 有这个主IP地址 就这么回事儿 好 然后呢 我就创建很多接口 这个里面有很多接口 很多接口 好 然后接口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这个接口我连线都连了呢 相当于我这个环境 今天这个环境呢 它比较简单 我就没有画大图了 因为它整体比较简单 我可以简单说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把我画笔拿回来看看 我的笔呢 就这两个设备 有两口 一个口呢 是10点 1点 1点0的 一个是2 看一下这个 这个实验台 我类伍学生可以做实验啊 一个是221 一个是222 10点1点1 一个是221 一个是222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一个随便设计的 172.16.1.0 然后呢 这点1 这点2 首先要配两个接口 然后呢 这两个有互联 就是我 但是其实是过交引机啊 那我这直接可以连 连上了线 你看 你看这可以连 应该大概是这么连的 在这 在 我觉得是在这连的 这可以去 这可以去设置 但是现在连好了 连好了之后 就这个设备和这个设备 你看啊 哪个接口 通过什么线 几类线 什么速率 都都可以在这 写的很清楚 还可以下载这个图片 OK 他很变态 就是连 连一些什么 长度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你这连完了之后 你再连接这个地方 就会看到线栏 看就是谁跟谁 谁跟谁 它连接 连接一个状态 怎么怎么样的 都可以 这个其实是在 其实是在设备 然后呢 进到这个设备里面去 然后呢 在这个接口 然后呢 是 我记得就是点 反正就是点这个里面的东西 好 我记得就是点这个 反正 它要让你选 然后呢 你当然连接好了啊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到哪个设备 跟哪个设备 哪个接口连接起 就可以了 好吧 然后呢 连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连接 这个地方 能够看到这个 所有的这些连线都好了 反正这就是整个 这就是一个数据库 好吧 基本上你 通过我这个结构 基本上你就能做出来 好吧 最先把这个准备好 然后呢 IPAM准备好 然后在创建设备之前呢 把这四个玩儿给准备好 然后呢 再创建设备 设备里面呢 可以有相应的其他的这些 除了接口以外的配置 都可以在这儿 好 然后呢 在设备里创建接口 然后呢 它再创建IP地址 IP地址呢 再给它复到接口上面来 IP地址呢 再给它复到接口上面来 再给它复到接口上面来 然后呢 你在一个设备上去 学你的主IP地址 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 好吧 你可以摸索一下 其实我觉得理由我这个图的话 你再稍微摸索一下 肯定没问题 好吧 我觉得这个图 我给你画明白了 基本上 你就是这些东西 提前准备准备凡人 总是理解创 发音没有这个东西 就创新不了 破事就在这儿 好吧 说到这儿就行了 好还有一个 然后呢 它比较好的呢 就是说 我觉得它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swagger 它是给你准备好的 就这个 就直接在api-docs 直接可以到这个swagger的首页 你可以在这儿做各种各样的测试 我就不在这儿做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从这儿去下载 这个openapi的文档 这样的话 你可以导到这个 apifox上面去 这是我导的 全部一下就能导进来 你可以到apifox里面去 然后呢 这儿也可以测 好吧 这个我也不说了 我把重点说了又行 这个做完 然后呢 这次swagger 可以在这儿测 你如果觉得这个测得不好 你也可以到apifox上面去测 从这儿去下载一个文档 导入到apifox 基本上就可以在apifox上面去测 只是它这个比较讨厌 apifox有个东西 就是说 你会发现它每一个 每一个你点开之后 它没那个参数是给你全选了的 然后第一次呢 就是全选了 而且啥也没填 然后呢 我直接就发起了 就报错了 它说参数没写 所以你这些可以把这个参数先干掉 然后呢 你发起 这个测试应该就没有问题 这个参数它先给你选了的 而且你用什么也没填 就会报错 好吧 所以这个地方你先取消所有的参数 当然你可以一个一个加 好吧 先取消 不论天生全部勾了的 然后呢 你发起星球 就应该没问题 好吧 我给你换一个 我给你换一个 换一个 就是Devite Type吧 这个真的比较讨厌 要获取所有的Devite Type 你看那天生可以选的 特别烦然 顾虑 当然呢 你要去设置头部 这个其实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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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你看啊 就是这个 这个授权 然后token 跟上刚才我们的token就好了 这个 这个 注意一下它就可以 就是开始我们说这个token 就这个 就这个token 你跟上token 空格 跟上它 前面是授权 没了 接受obligation 接受没问题 CSR硬盘不需要 不需要啊 我们直接看一下 那就可以去获取相应的 这个Devite Type 应该是Devite Type 应该就可以 你看一个叫 CSR1000V 应该还有一个 N9K 对吧 这个好使得 就是这个是个坑 刚上来有这些选项很烦然 好吧 后来呢我发现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最好使得是这个 就是说呢 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就是他的这个 有一个叫做 他有一个SDK 有个python的这个 latbox的SDK 叫pylatbox 这玩不错 你们可以看看 你扫码可以看看 这个做的不错 我这有代码 当然我代码就是试了试 我只采集了一些 我感兴趣的东西 就这个模块 你只需要去安装它 然后呢你要去填这个 letbox的URL和令牌 我这有 letbox的URL和令牌 URL令牌 这是HTTP的 登录的那个链接 这是令牌 好吧 然后呢你只要有这两个东西 然后呢通过它 来产生一个这个 它的实力 那么只要填URL和令牌 就好了 然后后面呢我有两个 但是上面一个没有用 就是采集这个 所有设备的 所有接口信息 我没有用啊 我就用了下面一个 只要我给一个设备ID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去搜索 你就可以搜 这个搜索 这个设备的所有接口 所有接口 所有接口 搜索这个设备的所有接口 然后呢我就能得到这个 里面的 这个里面的 这个然后呢所有接口嘛 然后呢我再提取 这个接口的IP地址 IP地址出来是这么个鬼东西 这鞋杠24 那我因为我们网络设备 4K网络设备配的时候 不能这么敲 对吧 我们要敲IP地址和岩码 所以呢我就给它分了一下 前面是IP地址 然后后面把24给抠出来 然后呢通过一个算法 算出了这个具体的岩码是多少 当然不一定是24 你什么都可以啊 那就是把后面的岩码 你看这是0号位 就这个鞋杠前面的嘛 然后这个鞋杠后面的嘛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算法又算出来了 随便给我一个长度 然后我给你把岩码拴出来 岩码也拴出来了 好 然后呢把这个设备的所有的接口 每个接口做成字连 然后放到这个列表里面 返回 就这个操作 好吧 这个操作我们可以打印一下看看 这种拉1 G1 G2 还有黄外口 就跟我们这儿做的应该是一样的 设备 你可以自己加减 这都不重要 自己去写 你加一个 一会我们刷的时候就有了 好吧 你这儿加接口 加VD值加 加完之后我这个loader一把 就往里刷上去 好吧 一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这两个设备呢 应该是还没有刷配置的 一会我们拿loader刷 这两个应该是空的 现在 当然我基本网管是有的 就一个网管接口 对吧 一个网管接口 然后OSPF这些都没有 一会我们就来刷 你可以随便 你看两个接口 还有黄外口 然后OSPF那些 那些东西我也都做好了 一会就准备刷 好吧 那这个 PYBOX 这个这里面有很多案件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整体来说比较简单 因为 因为我简单给你说一句 如果你懂的话 你肯定明白这啥意思 很简单 就是说 它这个层级关系 就它这个什么 D C I M Interface 就这个东西 跟这个层级关系的一毛一样的 你看你interface 也应该到什么D C 你看也应该到这个D C I M 然后下面的这个interface 应该也是interface 应该也是interface 刚才我们的device就在这儿嘛 下面的 interface 就是说这个层次 这个结构 其实直接就是这个结构 就是它的这个结构 稍微摸一下 就是我觉得还是很好摸透的 我差不多花了半六小时来摸了一下它的规律 基本上 它有文档 那文档呢 这个案例不太多 但是呢我觉得也就不太需要了 因为 因为我能够看看 看看这儿 了解它的这个成绩结构 然后呢通过这儿呢 我没人知道了一些参数 这就是参数 这就是成绩结构 这就是参数 看一下啊 这就是它成绩结构 然后呢 这就是你点开 这就是它的参数 比如说我刚才 那你看deviceID嘛 deviceID 对吧 看一下啊 这就是它的成绩结构 这就是你过滤的时候的参数 就是很好让你懂 Python的话 你稍微捋一捋 基本上也就出来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吧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 其实用一下这个 pysbox 基本上我觉得很容易摸透它的规律 基本上就能采进 基本上它的数据是可以的 好吧 那这个也就是 letbox 我说了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紧接着呢 我们开始说我们的lornier 我们说我们的lornier 我们的lornier 我们的lornier 就是lornier呢 有一个 letbox的插件 这也是它的 它的网站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二维码 收一收 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 然后呢 就是专门给你做了一个 就是lornier 来对接letbox 一个插件 你装那个插件就好了 当然要装什么 你看requirements里面 全部都有 你直接装一下 这个requirements 什么东西都好了 ok了啊 直接装这个requirements 什么的ok了啊 你有这个插件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看啊 你只要很简单的 这么这么一填 填一下这个url 填一下这个定牌 然后用它这个插件 直接就对接上了 这还是挺爽的 lornier就直接 就对接了 letbox就可以提取 letbox的相应的 相应的一些东西 好吧 然后呢 你看一下啊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提取 这些 每一个 这样的话 就可以提取每一个主机名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提取它的每一个设备 然后呢 就能得到它的这个 每一个的 那个device ID 然后呢 所以这个 刚才我们这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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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函数 啊 就是给我一个device ID 然后呢 我就提取这个device ID的 这个接口信息 然后呢 直接给更新到这个 这个主机的 这个data数据里面 啊 就给它 就把它数据写进去了 好吧 然后呢 用户密码很尴尬 就是说 Netbox上不存这个 用户密码 就是里面没有这个 登录的用户密码 所以说呢 这个我就直接手填 用户密码 手填 用户密码 当然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再一看 听听我的课里面 那个vote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个vote vote呢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保存用户密码的地方 最近我们中国 全中国的人的 个人信息都泄露了 哈哈 那个好像是一个程序员 把那个访问的令牌 也发出去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可能程序员 可以接触到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 这个时候真的应该 用这个vote 程序员可以用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这才靠谱 是吧 你可了解 应该有七星花论 就讲这个vote 我们公司 我们这个内部课程呢 也会讲它 好吧 但是这次就不讲了 我直接填用户密码 然后就没什么了 然后呢 然后呢下面就用这个 noneer 通过这个脚本 直接直接刷了 稍微要注意一点的是呢 但是这样的啊 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信息 接口信息 是我直接在这儿 写进去的 就刚才我提取 提取接口信息 然后写到这个interface list 所以呢 这个模板呢 就可以提取interface list 然后这些名字 IP地址 研码呀 名字 IP地址研码 IP地址研码 吸取它 然后呢 做一个循环 就可以敲进去了 东西就可以做了 OSPF呢 稍微复杂一些 OSPF里的数据 是写到哪儿的呢 你OSPF的数据 是写到 这个叫conf 这个每一个设备下面的 这个配置 这个地方 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提取的时候呢 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要这么提取 host 每一个host 就是每一个设备的 这个数据里面的 OSPFProcessID RotID 还有 OSPFNetworkList 它这么来提取的 ProcessID 这个数据下面的RotID 这个下面的 OSPFNetworkList 然后呢 通过这个模板 就把它给敲了 好吧 那 基本上就这些 好吧 我给你run一遍 就结束 好吧 我觉得我把重点都讲到了 我就没有必要 每一个都详细的 给你重头来一遍 我觉得 如果说你懂 那我觉得 我这个讲的足够细了 好吧 你自己下来 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说还有我的代码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我 我该讲的都讲了 好吧 如果说你本来就不懂 你听也听不懂 好吧 那下面呢我们再开始 我给你run一遍 run一遍 run一遍 你如果 noneer也不懂 或者说 这也不懂 你坚持到这也挺牛的 也挺牛的 就算完了 就直接一把就搞定 所有设备都配完 看一下 首先呢 ip地址 有了 OSPF 给配了 邻居 邻居 邻居在等会儿 两开设备 一口气考虑 就说未来你还要加设备很简单 你要加设备很简单 你就在 你就在 里面 就加设备 就加设备 然后呢设备里面去加接口 给它配一个例子 你就在这儿做 在这儿做 好吧 做完之后呢 你用这个loneer去刷 就帮你把所有东西都配完了 就说呢 相当于 以前呢 可能我们要自己搞一个数据库 是吧 现在呢 就没有必要自己搞数据库了 我们通过这个 netbox 把所有的东西 真的是所有东西 都可以填到这儿 它是唯一的真理 所有的 就是 数据都在这儿 然后呢 我们自动化就从这儿 拿东西去刷 从这儿去搞信息 去采集各种东西 好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好吧 那这么一把刷就结束 那 两台武器 OK 就就就就取过来了 就就怎么样 好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 咱们就正讲完 我觉得 我该讲的重点 包含所有的 怎么怎么安装啊 原理是什么呀 对吧 怎么登录啊 令牌啊 结构啊 这个swagger在哪儿啊 API4怎么测呀 SDK在哪儿啊 反正都有文档全部都在这儿 好吧 那基本上呢我也是 这么说吧 今天早上我也不懂这个东西 好吧 基本上也就几个小时 我研究了一下 基本上我把我这几个小时 研究的重点 我记得笔记 可以认为是我的笔记 都分解给大家了 好吧 好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下课了啊 下课了 下课了